大家好,我是少年 央视曾经播过一部动画 被誉为日本90年代最伟大的动画之一 但因镜头问题却遭到了许多家长投诉 虽然如今还可以在网上看到它 但在那个年代却被雪藏了起来 它的名字叫做星际牛仔,天国之飞 在未来世界差不多2070年左右 由于先前的一场空间实验发生意外 导致月球被人给炸了 接近地球也是个严重的破坏 可是这个意外就让人类成功研发出了高速恒星 在2070年人类已经完全可以在太阳系内自由行动 虽然科技变得更加发达 但是由于管辖的地带也变得更大 犯罪分子也在利用高科技进行犯罪 每个星球都有不同的秩序 但是却有着相同的遭遇 原有的体系荡难无存 治安问题反而成为了领导者最为头疼的事情 他们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警察机构在管理各个行星 但是虽然就没有太大的成效 犯罪分子只增不减 破云无奈,官方只要求助于民间高手 用高的赏金来悬赏需要抓捕的坏人 于是赏金猎人这个职业便这样诞生出来 在深夜一群强盗闯入便利店抢前 而一个卷发男人又债又债地走了进来 看到枪的他没有害怕 反而立刻把强盗大叔给踢倒在地 大叔的同伙也被突然出现了光头 给打倒在地 但是谁知他们还有一个同伙 因为尿急去上了厕所 出来后看到这一幕 三人全都懵逼了 懵逼树上,懵逼我,懵逼树下,你和我 小弟不懵逼后立刻携车旁边的奶奶做人质 光头立刻丢药武器配合他 可是卷发男人却说自己不是警察 毫不客气地对他开了树枪 想想打中关键位置 不仅救人奶奶还能坏人 只是失去行动能力而已 而卷发男人和光头他们就是所谓的赏金猎人 他们还有三个同伙 组成了四人一狗的镇链到处钻据赏金 有一天,医疗新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火星的阿尔巴市中心发生了油罐车爆炸 这本是一集看起来纯属意外的事故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距离那场事故较近的路人 还有受到伤害的人 都莫名其妙地来上了怪病 这起事故从简单的爆破袭击 上升到了生化病毒袭击 一旦处理不好 整个火星沦为废星都是有可能的 于是在领导者们的紧急安排下 这次袭击的主模被悬赏到了三亿元 这种金额的悬赏不敢说从没有 但绝对少之又少 卷发男人的名字叫Spike 酸肠龄是泡面 但身体素质却杠杠的 也许是未来世间的泡面比较高级有营养 他的任务主要是担当前锋 每一次外出探查都是他和光头出发 而光头大叔的名字叫杰特 他本来也是官方机构的警察 但是因不满里面的黑暗而退出 加入了Spike的队伍 而有时候的任务是靠潜伏和突击无法完成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美女姐姐菲来执行任务 他让漂亮的脸蛋后 火大的身材让人不敢相信 这是70多岁的女人 也许是因为年龄太大 所以阅历较多 他的诈骗手段和偷盗技术 也是数一数二 可是在这高科技时代 单兵计划无法做到绝对的效率 所以他们还有一个黑客天才同伴 艾德 最有趣的是未来世间的狗 都是智力担当 齐王 艾因 这个团队在赏钱年龄的行业中 也属于翘楚 但是因为非喜欢赌博 其余人也不懂得金钱管理 尽管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做梦 所以他们决定刚好吃一票大的 以后就不需要这样奔波 可糟糕的是 这次的任务没有线索 进行艾德在电脑调查一位 巡场翻黑客里时 最终到当时爆炸现场的录像视频 通过回放 他们发现在龙岩中 有一位男男出现 而他的手臂出现了一个刺青 通过刺青 艾德查到这个刺青是一个组织的记号 而通过记号查到的组织所在 也清除了男男的身份 他的名字叫Winson 曾经是火星陆军战部队第七小队 本以为这会是一个线索 但是当年的一场战斗 全员都死亡了 那么Winson是又怎么火下来的 他又在哪里 线索到这里 还是短了 现在Spike他们手上还有一个大单 是最终一位叫黑客里的任务 虽然赏金没有三亿那么高 但是非认为这个什么Winson 一看就不是简单的火色 其实主要是他认为不靠谱 毕竟有用的线索 实在太少了 而Spike现在的任务则是去调查病毒 他认为既然是生化危机 如果能够找到病毒的线索 也是一个突破口 可是他走到了好几个 认为跟病毒有联系的地方 都没有线索 就要他无奈之时 一个好大哥却突然乐情地跟Spike打招呼 然后给他看了一些小玩意 Spike可以确认自己不认识他 但还是接受对方邀请 跟着他走进了一条喧嚣的街道 沿途上 Spike发现这条街上的人 好像都跟君和好大哥特别熟诺 两岭以前以后拐进拐出 最后来到一面墙边 好大哥从墙壁的狗洞转了进去 结果里面竟是别有洞天 这是一家神奇的店铺 好大哥给Spike一个罐子 各种忽悠说这个罐子很适合Spike Spike还没反应过来 好大哥就走出了大门 等Spike反应过来后 好大哥已经在密集的人群中消失了 而在这个时候 一个穿着打扮极其隐秘的女子 和Spike擦肩而过 本能使Spike想多注视他两眼 但是在回头时 就发现该女子也在人群中消失了 Spike无奈神带着这个罐子 回到自己的飞船 艾特在罐子里无意中发现了一颗珠子 通过检测 发现这颗珠子里面 藏着和正常淋巴不同的细胞 而Spike现在也有新的任务 通过接口就跟以前机构同事了解情况后 他们认为一家制药公司和这起生化病毒 有着很大的联系 所以Spike围装身份 混进了制药公司进行秘密调查 可是没想到才进去没一伙 他的身份就被一名女子姨莱给拆穿了 其实两年早就见过一面 姨莱 就是上次那个打败隐秘的小姐姐 而由于制药公司安保系统确实不错 Spike不得不赶紧逃跑 在经历一场还算惊心动魄的追逐后 Spike逃出了这里 他愈发感觉这家公司绝对有问题 而由于对温森报纸案没踏踏心虚的菲 现在正全身心地和艾德在抓捕黑克里 两人由于说后被对方给逃走了 不过 因为黑克里掉了一个帽子 通过艾音的鼻子 他们还是有了一个大致的方位 结果狼狼万万没想到的是 Spike要寻找的温森和菲 他们要找的黑克里竟然合作了 并且温森在利用完黑克里后 还把他给杀死了 温森需要黑克里的技术 对全世界的人进行袭击语告 所有电子设备的画面都瞬间切换成了 他设置的图案和信息 那场爆炸案就是两人合伙做出来的 本来菲还不确定黑克里到底去了哪一栋楼 而温森的枪声却让他知晓了地质 他小心翼地潜伏进去 一进门就看到奄奄一息的黑克里 而菲的大脑也突然感觉到晕眩 温森出现在他背后 因为体力不知而射歪的方向 最后菲被温森给俘获了 地上还遗落着好几颗 淋巴难射粟字 现在斯派克还昏蓝不知肥与烂呢 他的上一次和伊莱交走时 在他身上安下了窃听器 伊莱的身手让斯派克认为他是军方的人 果然从窃听器中确实了这件事 对方也已经找到了文森的准确位置 并且追击的人只有伊莱一人 斯派克只是单纯想要去调查伊莱的行动 结果却意外地比伊莱更早见到了温森 这个价值三亿的悬赏犯 果然没那么好对付 两人的战斗让乘客惶恐还分 伊莱因为人群的拥堵而没办法及时赶到 斯派克因为最后的大意 而被对方从列车上丢了下去 等伊莱赶来时 只看到了文森引爆炸弹的一幕 幸运的是列车上的人并没有受伤 而斯派克也被一个印第安能给救了 很前来这起案件的难度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文森在载到列车后 又回到之前的地方 阿菲也已经清醒过来 文森玩玩地讲出了当年 还在军队的那些秘星 他所属部队的死亡 只不过是作为牺牲品死去 那时候他们所有人接受成为了纳密兵器的实验体 获下来人只有他一个 他瞒过官方销毁证据 隐藏多年 只为在这个时候毁掉世界 去寻找一扇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的门 而在此之前 他用自己的血给菲喝过 有了病毒抗体的他 是绝对不会死去 文森邀请菲和他毁灭世界共同寻找 但是这种极端的复仇狼菲不能接受 其实文森也充满迷茫 他失去了之前所有的记忆 只知道自己眼前总是有一群金色的蝴蝶在飞 而这些事情不仅是文森这个受害者知道 那个和斯派克有过一面支援的好大哥 也把这个秘心告诉了斯派克 他不知道文森要做什么 但多少也能够拆得到 毕竟当初研发出纳米病毒的博士 他认识 这个病毒是可以通过空气传播 所以这小这个秘密的斯派克被官方逮捕了 官方不允许有人在提起 那场纳米病毒研究的事实 所以随着调查深入了 依然也被官方逮捕 只因为他拿到纳米病毒的疫苗 两个人都被关在了一起 这个时候斯派克才知道 依然是文森的前女友 只不过因为实验发生意外 文森已经记不起她了 但是依然一定要拯救文森 在监狱两人没有了之前的敌视 随着交流的深入 他们都能够理解对方 也许他们携手越狱 并且找到了病毒疫苗 他们两人想要拯救世界 因为依然可以确定 文森的最后目的 就是把病毒扩散到全世界 通过分析 他们采到文森的传播方法 那便是利用万圣节庆典的南瓜头 引发爆炸爆发病毒 所有人都不想做一代B 即便官方想要扼杀 研发病毒的历史 但是现在紧要关头 必须要动员救人 他们的办法 就是利用降临来提供疫苗 而斯派克则认为要找到凶手 所以群人兵分两路 斯派克独自去找文森 在万圣节三天 两个蓝蓝就在爆炸点的 正上方集中的战斗 文森没有留情 而是立刻引爆的 第一个病毒炸弹 斯派克吸毒病毒后 发现自己眼前 也出现了金色蝴蝶 原来文森无法理解 自己到底是活着还是死的 他理解是自己在太胆心 就已经死去 而蝴蝶的世界才是真实的 自己只不过是在做一场梦罢了 他们一忙 他所要找的门 只不过是一个突破口 一个证明自己是真实的 还是虚幻的 而这个答案 在一代和文森有一次碰面后 他有了一个答案 自己是真实的 因为在最后一刻 他想起了一代是自己的艾伦 这个人同出生 就是孤独的蓝人 最后死在艾伦的墙口下 也幸好 从此至终 一代都是文森的唯一 也是他的真实 在八道点的下方人群 虽然受到了惊吓 但都以为是万圣节的恶高 那场一秒语 让他们都平安无事 随着天空的那些金色蝴蝶 缓缓消失 这个故事也迎来的结束 作为90年代最伟大的动画之一 他的知名度远远不如其他作品 但是这可不适合 长篇动画的导演 独编新一郎 却把蓝人的浪漫 讲得太过细腻 小的时候 我们大多数人 还是沉浸在飞的 会删减画面 可能你觉得我解说 并没有什么露骨的画面 如果有 你还能在这里听过是吗 在那个年代 家长也没有心情 陪你去看动画 只是无意中看到一些低俗镜头 于是又激励纷纷举报 最后央视才刚演进 没多久 星际牛仔只好学藏起来 虽然如今的版权资源 还是会删减状态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却找不回当年的那种感觉 看完星际牛仔 只有满满的落寞 毕竟 文森的遭遇 其实和斯派克 没有太大的区别 他失去过爱人一次 他还能理解文森的感受 这部作品最大的好评 就是容易唤醒 我们心中 作为不安的孤独 没有寄生的地方 心就不会完满 每一个人看似不在意 没有拥有归宿 可是肢体上很多行动 绝对是在筑巢 如果渣男是在糟蹋爱情 玩弄爱情 可乐能够整出渣男的户序 也只有爱这个词 他们同样也会有一个 想要回去的地方 星际牛仔所在 人物的刻画堪称完美 以及作画优秀之外 他一直都被人当作一部艺术品 这是一部不适合安利 也不适合一起看 只适合中年男人 自己在半夜静静去看 那些生活的压力和责任 可能在看完后 就会长吐一口气 奇怪 明明想哭 怎么没有眼泪呢 哦 原来我已经长大了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么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